他是可以通过曼天飞雨的这个大招来规避伤害 甚至是规避技能的 所以说有活着才能输出 V5又搬阿卡利 而RW又搬九桶 其实这两个战队都是对对方有过很深刻的研究的 狮子狗 但是现在蓝色方如果不搬霞和洛的话 RW的压力 BP压力可能是要有点大了 因为这两个战队现在搬的英雄 都不是他们平时常搬的英雄 他们应该会根据对方擅长的英雄来进行针对搬 如果说V5选择先拿诺手或者加里奥的话 瑞文 那RW现在霞是要握在手里的 看看要不要直接出 就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胜率积分板上来算 搭配组合霞的胜率高居百分之百 霞已经出了 那霞也是呼之欲出 不如就落霞与孤舞齐飞 有可能 拿哪里 我在想会不会掏加里奥 但是掏了霞之后 加里奥的摇摆属性也就没了 而且在这个版本你会发现 露露 露露会不会选择V5 因为在这个版本当中有了 狮子狗阿卡丽这种刺客型的存在 你可以发现 杰慢慢的也解放了出来 那你这个英雄露露可以保证 前排有更高的一个坦度以外 还能保证自己家的射手 有更高的输出空间 先拿一手加里奥 加里奥 可以摇嘛 现在瑞文是选了出来 AD看一下要不要先套 其实如果放给RW霞落的话 V5也不会特别的舒服 是要不要断一手霞 霞露这个英雄为什么强势 就是点就在于 他下落在两级前是稳定压制的 直接拿出了布隆 这样的话 加里奥失去了摇摆的可能 加里奥中单布隆走斧 那其实也有一点点小设计思路的就在于 你RW即使拿了霞 其实在布隆的眼中也是没在怕的 剑技 还有另一点 我觉得V5可能觉得对方会掏怒手 不过他们选择了剑技卡莎 那V5有没有可能选择在怒手上单 然后AD位适当再补一个 像卢仙这种偏前期一点的射手 来去打这个4分钟的团 酷奇 酷奇盖伦 真心已经确定差不多了 那RW第5楼的选择 盖伦主要选出来打剑技的 小反甲加小火甲再配一个铁板靴 可以让剑技坐牢 前期只要小小抗压就可以 5 螳螂 虚空掠夺者 这个英雄其实在之前比赛是没有看到过 因为他是这个比赛才新加的嘛 对 那所以说在螳螂当中 其实他的一个打法思路是跟男枪差不了多少的 主要打的是一个收割和一个发育流也合体系 是 而且螳螂只出过三场在这次比赛中 2-1战绩还可以 主要常见于对抗奥拉夫 因为奥拉夫这个英雄确实在前期 野区里面天不怕天不怕就怕这个螳螂 但是在这个体系选出来有一个弊端 就是左边没有那么多脆皮 拖不要被跃塔或者说前期要过多的资源 就是是不是RW这一局的找重点就是找这个瑞文 什么也不干 在9级前看能不能找到几次击杀瑞文的机会 甚至是上路盖伦的机会 那在这一局我相信RW肯定也会做出很大的一种较量在上路 是的 我们话不多说正式进入到V5对阵RW第一局的比赛 那目前蓝色帮V5对阵红色帮RW 我是今天的解说张仁 我是解说雷霆 那第一场对局当中你可以看到背影已经率先来中路帮忙惊陷 打了个闪 还是跟预测的一样RW是要帮阿里抢完线权 尽快的去做事 现在如果加里奥在一级的时候闪现被逼出来 前期双和线对于RW来说可能还是比较大的 是的第一波兵线非常重要 你看现在阿里可以点掉这个探照果实来看到瑞文的开眼动向 另一方面可以反掉对方在这个范围内的视野 并可保住自己家的探照果实 但是V5的防守也比较棒了 你上路的这个是防止你螳螂 上路的这个三角草童的眼神 防止你螳螂刷了三足野 第一时间来针对上路 那盖伦很清晰的就知道 我在前中期是要压线的 那个剑机在一级的时候是选择帮中路倾线 你回线固然是要慢一些的 确实如此 这样一来的话 盖伦在第一波回家之前 应该还是选择猥琐发育 毕竟他是不甲出门 然后回家之后直接和小凡甲小火甲 就可以跟剑机拜拜手腕了 而下路对局并没有表现的那么劣势 在洛和卡莎的这场体积当中 虽然没有狭落体积那么强 但同时也保证了可荣在后期的一个操作空间 以及伤害量的一个提升 是还可以经常打一手收割 但是他们阵容收割位稍微有点多 谁去打第一套伤害这个点比较关键 瑞文来了选择帮听线 但很明显的就是RW的上单第一时间 踩在了河蟹的位置 1分36秒了 1分25秒 河蟹刷新 现在剑机好像是要被夹击了 对 最后盖伦稍微压一下线过来 帮助瑞文拿下一个河蟹 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局螳螂是没有上三组也刷的 还是要保证自己 还是真的是要当成一个野河来的 对 开始来到了对方的下路三角草 机会不太大 这波月塔对方的血线还比较健康 布隆虽然半血 但也还有一个坚不可摧的护盾 但你可以从对线压力上来讲 上单经济还是有一定小领先的 而在作为野河的螳螂 可以看到也是稍稍落后了一点 刷野速度稍微慢了一下 对主要是来下路看了一下有没有机会去干 那这样瑞文是很舒服的已经到五级了 暂时度过了比较艰难的第一阶段 等他到九级以后就可以释放自我了 就因为我现在最想看到的是什么 你前期你还别着急 别着急跟我去打 等你到九级之后 我去跟你硬生生打一波团 你现在盖伦瑞文这两个人装备一旦起来 在团战当中的一个伤害效果是不一样的 对 那么强势器就两个点一个就是后期 另一个就是九级以后 每一波有炸药包的时候 他们是可以去接个团的 而RW则要尽快在前期打开口子 但他们前面三分钟 暂时没有做到太多的事情 但是现在也不太敢拖后期 因为螳螂和剑技是两个后期英雄 是吧 这两个英雄你一旦拖到大后期 一个单代无解 一个收割无解 你螳螂可能再草丛一吨 飞机怎么没的都不知道 是 所以每次团前站位要比较注意 并且视野要扑得广泛一些 而且第一条小龙即将刷新 第一条小龙是山脉亚龙 山脉亚龙对于V5来说提升有点大 如果说V5选择迎战这一条大地亚龙的话 那很有可能一塔会放给RW 是 应该要迎战 因为V5这双poke体系 比较怕对方拿到一个山脉亚龙 有个盾挺烦的 而且自身又是四前排的体系 低于生命值的一个护盾 对于他们来说提升很大 我们主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双poke 因为这一把是一个中单 加里而不是辅助 加里奥是一个AP加神非常高的英雄 他的战争刚锋 也是可以当poke技能来用的 确实 山脉亚龙 那这样的话V5选择去先动峡谷 并且拿了炸药包进行威慑 那感觉V5的这个意思 是有点想全都要的感觉 是 他们这个阵容前期想打双拿的话 可能会有点太贪了 并有落是吧 但也正好卡在了这个螳螂 第一件装备还没做出来 现在RW想的就是拖 拖到酷奇炸耳包结束 这样团战就会好结很多了 几率会大很多 加里奥晚中靠了 很明显这个峡谷应该是要选择 Raw了 见尼从家赶了过来 速度要稍微快一些 阿里绕后的位置还可以 但是被布隆发现了 一级能劝退一波 而特意落台了一下盖伦吧 盖伦状态打得比较残 还好有果子能吃一口 那这样来到了五分钟 双方仍然没有拿到任何的远古资源 但如果说四分钟的这波团 没打起来拖到了五分钟 其实对于V5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自家坦度一旦提升了 这小玩甲和小日盐 班比等容渣做了出来 对于他们来说提升很大 弹一下 我们被动 直接给秒掉了 这个人头是可容的 是盖伦这一波被秒的话 可能这个峡谷要拱手让人了 而且飞机的炸药包已经没了 对 而且这个时间点 瑞文刚冲家里出来 也没有办法去换掉一条小龙 有点难了 但是对方打得也比较快 V5开始聘 峡谷先锋也来不及 视野有点多 红方还有一个惩戒 在进攻攻西一台 一时间要往前去开嘛 瑞文三段晕倒 再接一个大招甩出去 收掉了卡沙的人头 然后后续剑机只能破空展 过墙离开 就感觉现在 密克的开团是比较果断的 看到了自己家的下午前锋 刚刚打完 但自身队友都来了 来到身边 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 去开这个布隆 是 而且这一波RW战位过于集中 被布隆冰川猎系开了太多人了 我们看一下回放 而且很多技能打在他的盾上 然后瑞文这波完美的闪现 第三段一技能控制进场 可荣刚刚拿到的人头 还没握热火 然后就把自己给捐了出去 也还好 暂时队位有500的领先 而且他这一套出装 已经爱卡西亚暴雨进化了 是 那RW下一个战略重点是小龙 但是V5率先把河蟹视野控了下来 可以延缓一下对方拿小龙的时机 那这样一来 有两个声援的影响 第一点的话 这局可能总共只会刷三条小龙 第二点就是 第一条小龙打完之后 刷第二条小龙是在十分钟之后了 那第二条小龙也要小心翼着去接 一旦接失败 可能会大小龙全丢 是 而且现在RW两个人第一时间 卡在一个前进草里面 这个前草如果被抬起来 很危险 第一时间选择抬 但是卡莎没在身边 打一下对方的状态 然后过来看一眼小龙 小龙差点要被偷掉了 但是龙坑里V5只剩两员大将 家里要赶紧过来援护 大招给起来 抬到螳螂 佩克一拨连控 螳螂跳出去 但还是被嘲讽 这个龙先被认为拿下了 后续扛伤的 布龙可能要倒下 加里奥一个大招保一手 那打出一波零换一之后 V5拿到小龙还可以接受 但是加里奥走不了了 以身殉职 弹龙double kill 拿一条土龙去换了V5的两个人头 其实RW在这一局当中 感觉还算赚的呀 现在特别是拿了两个人头的弹龙 第一时间选择护你中塔 时间鬼交了出来 但血量已经不太健康了 那这个狭狗先锋 但是放得比较快 只能撞一头 没有办法去拿到中路一塔 撞了一层肚层嘛 我感觉这个峡谷 其实放的有点不应该 但是另一侧 剑机在上路带掉了一血塔 这样一波团战打完 其实双方都能接受 V5能接受的点是在于 刚提到过的 有压力的第二条小龙团 他们可以选择不接 是 而RW的话 先看这边 回放了 看一下replay 其实这一波 嘉里奥第一时间选择进团 正好是被 螳螂的位移和 落的位移 全部排在 下路又在打 落台了三个 自己有防御塔的 避霍V5 应该要选择撤退了 但螳螂想找到 收割的一个环境 大招隐身之后 后续锐文上前 打交一个闪现 保下队友之后 自己再全身而退 感觉不太能追击了 最后螳螂的二技能 也没能中 但很明显 现在是想打算 逼这个下一塔 被魅惑到的布隆 虽然有坚不可摧 但还是挡不住 对方高额的伤害 嘉里奥硬换 配合杜朗互动的 高额扛伤跟防御塔的伤害 换掉了对方的路 并且打残了螳螂 这波我觉得换的 还是比较凶的 两边一换一 两边辅助的一个互换 放猪和密克 双双倒地 就回到刚刚那个话题 就V5可以再放一条龙 而RW 螳螂比较起飞 并且剑机在单带端 起到了作用 就还好的 就是路若胜拿登场 第一时间是台中了 不然那个月塔 可能真就成功了 对 那V5的防守方式 还是比较不错的 就是强行打了一个一换一 下路一台也没被拔掉 但现在对于V5的压力点 在于哪 在于剑机的单带牵制当中 就后期左边这个阵容 是比较难限制他的单带的 而且现在对线压力 已经来到了一个 经济领先1000块的情况 就左边瑞文单点打剑机 由于有700的经济劣势 现在也比较有压力 瑞文还要被军训一下 减速到了 第一时间配合这盛大登场 螳螂已经势如破竹了 现在3-0-2 RW的思路就很清晰 因为后续能够去找到 单点剑机单挑的 只有这个瑞文 那么现在就要压制一波 瑞文的发育 在瑞文倒地了之后 现在下路 RW三人组选择转线中路 这个机会感觉 Alice有点危险 第一时间魅惠没能中 那应该是没能再藏住了 Alice也是比较警觉 先用战争刚风 刮一下草丛 看看视野 确实 但850的终于塔血量 对于Alice来说 有点不太健康了 现在V5终于塔 剩下850的血 就证明了 如果说下一波团 只要中路人不多 很有可能要强拆 甚至是打赢一波小团 对 现在V5能防守多久的终于塔 也是重点 尽量给自己多争取 一会发育的空间 一旦终于塔掉了的话 也去大门大开的话 也去资源也不好守了 刚做的视野 被排掉了一个 剩下的一个假眼 还剩下一格的血量 V5全队的希望 不仅是在瑞文和盖伦的进场 还在飞机身上 我觉得压宝还是比较多的 迷克登登塔 还好走掉了 但你不得不说 落幕的魅惑率 魅惑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他马上要出到帽子了 到时候伤害更加爆表 然后V5这一波 看瑞文往上动 那就是放龙的意思了 酷奇也没有接炸炸包 我觉得V5 不应该在这里过多纠缠 去看一下 能不能顺势推进下中路 因为打野都不在了 抢这个龙是不现实的 还要上去硬打吗 水波可能是要动了 英雄登场第一时间 晚下去落 抬到了一个 剩下一个落 闪现离开了之后 在前排顶有点顶不太住 这个剑机 那这条水龙感觉有点危险呀 这波反而是因为 剑机TP的落位 下来直接被秒了 反而V5拿到这条小龙 感觉2W只会好像有一些失误 这落是吸引火力的 但是一个结果就在于 一半的人去打这个人 一半的人去打这条龙 是 最后人龙都没有拿到 反而自己是葬送了 最有优势的剑机这个点 对而另一方面 V5这个指挥就很勇敢了 不光敢4打5 而且没有TP的热闻 感觉跟带了TP一样 比对面替下来剑机效果还要好 支援速度很快 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了 而且现在如果剑机选择去下带扁 作为一条远线 把卡莎和洛摇到上去 先看这波Rivoli 魅惑中了 但是被防盗门挡了大半的伤害 你可以看到这个布龙反手选的 放逐这个盾举的时间 还是比较巧妙的 果然这龙打了一半 人打了一半 防盗门抵挡了大半的伤害 而且现在放逐 第二件又是选择做了这个巨人腰带 提高一下自己的生命值 我觉得感觉不出意外 甚至他可能选择第二件 是去做一个狂徒 另一方面的话 在接下来几波团战中 提高自己生命上限也是有作用的 因为坚不可摧是百分比的伤害降低 提高生命值的收益会比较高 往后的话 RW想要占一下大龙的视野 这个可荣直接极限超载 往前拉去胸对面一趟 不过没有后续 但是花蜜接回来 背影被瑞文接近一个单杀 加辽落地是没有打出伤害的 现在丹带的点没有优势了之后 这根魅惑再重 打这个布隆身上放出感觉 雪皮都没掉多少 现在RW至少还有两座防御塔的一个优势 就看他们能找到机会了 第一时间升纳登场 没能抬起来 两个魅惑全空了 但同时丹带线的V5 你可以看到 瑞文还在单带 是的 反而是瑞文这个单带点启示了 这RW对于瑞文的针对还不够彻底 只针对了一波 并且对于剑技的帮助也比较匮乏 看一下这波回放 没有画面上没有捕捉到的这波 就背影其实心里是想杀的 但是三环和最后一个大招斩杀效果 最后是小兵的伤害给秒掉了 而且好像这一波剑技没有劳林特新眼刀 应该是在之前用过了 在出了两件套的瑞文之后 你会发现他的CD特别特别的快 已经三件套了 三件套 是 因为手游的瑞文 折一支舞的CD 比端游Q更短 另一方面的话 端游所说的QA 在手游里是一技能 也会更加的容易一些 是的 所以非常好上手 强度也很高的一个英雄 而且还具有上野摇摆能力 在比赛里也有超级高的登场率跟胜率 两队的AD 现在卡莎的可荣 可荣卡莎是没做辅助装备的 选择先做一个重伤刀 升上登场 抬了两个大前排 两个大前排感觉打在身上 掉了三分之一血线以外 这个放逐还能接着顶呀 再抬到一波 但是盖伦表示很肉 丝毫不慌 开一技能加速往后拉 而且威武有一个点 也很细节 你发现了没 就是这布隆一直跟在这盖伦身边 防止打孤立无援 刚收完来了 第一时间标出自己的闪现点火 也交了出来 这不可能是RW动这一条 纳什男爵的好机会 要动吗 动的话盖伦可能要回家补个TP 要不石像鬼换TP出来支援吧 Rash速度非常快 4000血 那拿掉了 六龙能意识到吗 2000血来了 放逐第一时间打招 往前去抬 那成绩抢到了 定型登场满下落 强行支援一下队友 剩下螳螂应该是走掉了 那这一波RW就要靠大龙buff 扩大更加的资源了 因为V5这一波 锐文为了制衡剑机的单带 是在下路用TP上来的 导致来不及赶到这条大龙 第三条小龙 云霄亚龙已经刷新了 现在五人组齐聚的V5 如果在这条小龙 软慢了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遇到 刚刚补给完的RW 走掉了 那RW来到了这个时间点 4000优势其实是不够大的 这是要蹲的 但是背影很警觉 第一时间看到了Mik Mik被嘲讽住了 想要配合着VL 第一时间大招 再次控到了两个人 测译小宇 输出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后续堂王跳上去之后 没有打出收购的效果 反而按出了自己的金山 测译V5众人抱团 撤退阿里闪现 魅惑没中 一个奇效宝珠 打打伤害 对V5来说 这一波还算是 有一点点伤呢 你下波线 马上到中立塔了 你再把下路线一带 其实V5对于这条RW的大龙 其实有一点点不太好守 刚说完 第一时间三层被动 还差最后一层没能打出来 但同时瑞文的血量 已经有点不太健康 但是阿里稍微有点迷落 还好自己沉默完之后 大招拉出来 就RW现在是很需要 靠这个大龙去扩打优势了 再来一个大招魅惑中了 盖伦胜一丝血被秒了 阿里原地精神 阿瓦尔基里府中 分割了一下战场之后 只能保一下队友 而正面RW被这条火线 也是阻挡了进攻的节奏 很明显 就飞机的这个瓦尔基里府中 炸药包已经放得非常好了 减速到了两个人 但是很明显就可以看到 V5后续的伤害是有点不够的 除了这个瑞文在场 没人再能佩格飞机 打出足够的伤害 同时背影来侧翼 想要找回场子 第一时间抬了起来 但后续还要再往前去逼紧 老论的线刀 第一时间挡住了 佩格这卡刹秒掉了瑞文 那这样一来的话 大龙BUFF的尾巴 能不能有机会破一座高地 下路高地的优先机会更高 因为边线是更长的 边线优势也会更大 第一时间飞机交出金身 那感觉有点原地等死的意思 交出了闪现 但后续下路高地掉了 RW很果断 就是要拆这座下路高地 优先机拉得很高 甚至只放了剑机一个人去带中 就小宇还好的一点就是 闪现刚才没着急去搅 金身完了 闪现第一时间逃离现场 如果说他刚才去追击 那个残血的狐狸 闪现交出去了 那下路高地不仅是要掉的 甚至是我觉得两路高地都有机会 你可以看到 目前蓝丝方V5终于塔的一个血量 是的 那V5现在最大翻盘 希望就是远古龙 如果拿到四龙齐聚的情况 团战是比较强的 我们看这波回放 第一时间劳龙的线刀 挡掉了关键的伤害 主要是被人包了 没有办法走 猎手本能 就凯莎猎猎手本能直接飞过来了 RW那波下路轮流扛塔硬拆 也是很清楚 等到远古龙拼成的话 RW就不一定能稳赢 所以需要利用刚刚那个大龙buff 尽量的去破掉更多的防御它 就V5现在还有机会 现在身上是背负着三条小龙 对 就四远古龙是非常恐怖的 第四条远古龙是非常恐怖的 最后一条龙是远古炼鱼巨龙 对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远古火龙 就它提升的攻击力 在由三条小龙的一个加持下 看一下V5的一个做法 第一时间选择在测草敦服 但很明显RW想要终结比赛 他必须最快速度抓掉 这一条的纳什男爵来了 但是洛有点灵活呀 放逐大招能抬起来吗 感觉不太行 那布龙没有大招了 RW是不是可以找机会反攻啊 剑击也在靠 V5在这一局时间有点不太多了 结果无纪培克射到登场 第一时间抬起了三个人 侧义凡在侧义一直在找机会 而瑞文操红牌进场了 虽然死了 但是加里奥带他进了军 打出了击飞之后 没有会伤害了 卡超出环境反而非常的好 盖伦这个位置也被直接秒掉 最后压一个起身 吐极肾一丝血 没有换掉任何一个人 打出一波零化五的Ace 原本以为瑞文已经发挥得特别好了 不仅突刺到了一个后排 和英雄登场同时坐了下去 但无奈于这个螳螂单体伤害太高了 当后排没有队友保护 甚至能出现孤立无缘的情况下 螳螂真的达到了一个收恶战场的局面 那我们也是恭喜RW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是的 那RW有可能是班奥拉夫的 V5班落那RW班奥拉夫 是很有可能 那这样的话加里奥诺手 V5很有可能要先拿诺手 看V5的优先级 我觉得V5的优先级里面 瑞文还算比较高的 刚才也是放出了这个诺手 没选 是果然班奥拉夫 那就瑞文诺手选一个 还是选择了瑞文 对正如瑞文一样吧 就是他在V5的这个队伍 这支队伍里面优先级很高 确实如此 同时洛已经没了 但RW兜里的辅助还多出了露露 我感觉瑞文这个英雄还是比较怕露露 狂野生长 也怕布隆 但线上还好 线上其实还是压着布隆打的 布隆主要还是团战中跟他碰概率会比较高 反打 那剑姬阿里 RW确实还是沿用了经典的老传统 断有老传统 我赢了一局我不用辩证 看看对手会不会掏出一些新的应对方案 分不放新招 但魏武很明显的是在前两手BP是没太大差别的 但是这一手一抢代办 拿卡莎就比较传神了 因为上一局V5就是缺乏一个后期的持续输出 跟能够进场兼具的英雄 甚至是4打4也少输出 雪飞机AOE效果确实不错 但是你要打架起来 对面RW真给你开团 你接不动 对 如果上一波团最后一波 他们不是酷起而是卡莎的话 跟瑞文一起进场 是可以等到家僚落地的 那局势会不一样 RW这一局也为是选择到了芒僧 芒僧 阿里 那这个组合会比螳螂阿里的节奏更强 在前期节奏上 感觉RW中野优势有一点点大 看一下V5中单要怎么选 还是要接着选出辅助 牛头 但是已经没有出亚索的位置了 感觉RW现在打一个节奏型有点凶 那V5很有可能是要选露露了 但是牛头对到加里奥辅助 不会特别舒服 感觉露露会更好一些 因为露露这个版本 就是框眼生长了 保着前排 有一个控制 对 左边拿露露了 继续中单加里奥 放逐 放逐在上单位的选择 上一局的盖伦没能压住 剑机这一轮怎么选 剩下诺手 埃瑞丽亚 青钢营也没 青钢营被办了 潘森 潘森 那这边RW上路 就诺手 已经出了剑机 RW差一个ADC 叫库奇 库奇狭选一个 但是狭配牛头是 就稳定坐牢的 还是选择了库奇 整体阵容效果 其实你可以看到 RW还是要打一个 前中期的一个组合优势的 那V5在选择到潘森之后 这一局是选择 把瑞文给摇到上路了 RW加强了中叶联动 更快起节奏的能力 然后另一点就是 开团会更主动 因为有一个牛头 而且可能这个牛头 会很早地去游走 然后让库奇单挂下路 因为兑现到 卡沙路路这样的组合 其实牛头 库奇是不会太舒服的 而且你很明显地注意到 就是RW 它在背影回来了之后 对 确实 就只能看 只要有人来逼近 这个卡沙的输入环境了 第一时间大招一跤 跑回来一跤 然后闪现 拉开 直接来到F4 再找机会再回到真面战场 现在陆路有两种打法 一个就是提前给大 就是沟通一下 卡沙飞了 你直接大给他 就纯给他叠血 而不需要考虑他击飞的效果 另一种就是跑快快给自己 跟上队友之后再保一手 用大招 我们正在进行的是 蓝色方V5对阵 红色方RW的第二局比赛 现在很明显地 在下路的双人组选择 帮中路倾向了 这是RW的思路 进行了一些小改变 对 上一局是四个人轻 对 但是核心宗旨还是帮阿里抢线权 这个真是果实 是 那V5这把是有研究的 撤你回线的时候 打你一套 但是好像卡沙反而有点危险了 自己很惨 密克血量被耗的也有点低 而可荣现在被露露 A的有点痛 对 是不是鸣权再给一技能 呜呦 这个方主打得好凶呀 这是BP的时候说的嘛 这两个英雄对上露露不会很舒服的 是 尤其一级的时候牛头没有二连 露露就可以追着你一直点 这是应付的一个B端嘛 在线上你必然打的是一个难受 除非说应付碰应付 谁先动手谁就输 那更多的还是要看AD的手法 和AD的一个技能互换 能不能换得过 对 RW看一下直接晕到了斗盾跃机 但后续阿里交一个闪线拉开 但是这个闪线交出来了 你三级团狐狸再来 很可能是要出人头的 这斗盾跃机跳得特别远 好像是利用了一些小技巧的 就是在墙体附近放斗盾跃机 那后续来了 V5要开始很快的进行四包二 但是盲森过来保护一下 这波线可能能吃到 他感觉盲森来了 作用有点不太大 第一时间踹到了小雨 但又不太敢上 这就是你现在突进脸的刺客 就是突进脸的一个阵容 最怕的一个英雄是谁呢 露露 变阳是吧 他第一时间立在原地 立在地上 你过来也不是 不过来也不是 同时呢 他又可以跟一技能进行一个联动 确实如此 而且这看一下上路这个对线 应该前期还是比较平稳的 但是瑞文好像被压了200多块钱 而且压了接近一级 可能是被打回家一次了 画面没有给到 是 现在背影五级啊 这个瑞文四级怎么动起手来了 瑞文交闪了 但同一时间 劳洛特的线刀还是挡住了 背影没继续追击 但瑞文的双招交出来了 是 这波确实有点过于威猛了 四级打五级 打出了自己的双胶 然后下路这条线的话 由于V5是一个潘森 家里要全球流 现在牛头也不是很好去游走 只能在下路保护库奇去发育 是 然后另一方面 牛头即使在这个时间 二连到了对方 由于库奇前期伤害不够 也很难去拿到V5的优势 所以下路这条线 还是以抗压发育为主 我们下面已经给到了replay 果然减速到了 那瑞文现在选择走去上单 感觉压力有点大 三脚草又给到了视野 是的 那家里要回家补给他装备 犯何家暴力魔杖 应该是要第一剑走时光 毕竟这局前期节奏不是那么紧张 可以平稳的到中后期 时光的收益会比较高 瑞文差一个冰深 但是感觉也打不过这个瑞文 打不过这个剑击 瑞文还是打不过这个剑击 时间来到三分三十秒 还有三十秒的时间 云向亚龙要刷新了 这个亚龙刷新的话 看RW要不要回去 炸药包接一波 这个时间点RW 就打团还是可以打把看的 因为现在剑击优势比较大 看他来不来吧 他来的话这波团可以接 如果剑击不来 看看能不能在对方打小龙的时候 想办法换一个医学塔 给剑击补充发育 而且现在对于RW来说 上单是绝对领先权 领先了接近500块 然后你现在下路组合 真的要硬压的话 其实也就压了200块 并没有很多 但这个时间点潘森依然强势 不过RW掌握了和蟹祭坛的视野 V5也不敢轻举妄动 这个峡谷先锋了 但是选择到了盲僧之后 其实他在上路搞事的机会 V5防守可能会做的比较好 现在这个瑞文太需要发育了 来了第一时间V5是选择动了这条云霄亚龙 而RW的选择是动这一个峡谷先锋 他们的思路是选择继续帮助 剑击这个点单带启示 因为已经建立线上优势了 再给到医学塔的帮助 下路四个人 可能是要打四拨一了 但是没有兵线 看到了 踩到边阳之后 同时这个位置 牛头好像要阻拦一下 想要包对方 但是来了这一波 逼出了加利奥一个大招 是 加利奥往前拉 杜朗护盾扛一点伤害 然后倾一下直播线 防止对方磨中塔的血线 同时潘森闪线也被逼了出来 一个大招一个闪线 感觉在接下来的一个单线上 剑机又可以如鱼得水了 是啊 要来 第一时间二连连到了 但是伤害有点不太够 这个火星腰带也没有做到对方 那大黄星宇过来保一下瑞文 顺便倾一下兵 主要是不驱之枪潘森 没有闪线 对 有闪线可能直接就闪线去做了 那这样一来V5终也都没大招了 RW在这个时间点还是比较舒服的 可以进行越塔了 霞5先锋放了 都有一脚踢出来 一波又一上一拉满配合牛头 二连加酷奇的导弹 最后一发平A收掉之后 扛一下塔交一个闪线 零换二 并且还可以顺势拿下一血塔 但是下路也同时 V5两个人杀掉了剑机 现在RW是有这个打算去做一个经济互换 但很明显的是上路是有霞5先锋的呀 如果选择下一塔去换上二塔的血量 感觉不赚 但是也只能这么做了 只能止损了 这边果子还吃回60块 可是这个塔也没有推掉很伤 而且还要被阿里反追 莫莫莫来了 先交第一段 零破 但是没能魅惑住 但还好的是放逐的闪现和治疗全交出来了 一个提一速一个B位置 是的 那这样一来的话 反而RW又可以推兵线 磨一下对方的下路一塔 现在剑机换到了中路去边带 带完之后再去转线 潘森在前中期的节奏 感觉稍微有一点点拖沓了 这五层电枪刚刚打满 又来了四层 猎手本能第一时间选择往前去飞 背影闪现很细节 选择先轻线 但是狂野生长提供的这个互动和血量太多了 背影已经撑足了时间了 在一方面为队友争取了拿一些塔的时间 另一方面保住了自己家的下塔 是这一脚穿葫芦穿了两个 对这一波就是牛头芒森的完美大招配合 加上酷奇无压力的输出 来了第一时间带着芒森选择来个下路 火箭想二连 但是被狂野生长顶起来了 牛头想法很好 他应该是想要把二一技能分开打 因为在墙角 想把控制时间拉满的 但是被露露大招打断 这个就是要说 就露露对于这种突进的 对英雄 还是有一定克制的 是的 就露露最大的变化 就是之前的比赛 跟现在的比赛 登场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就是因为像牛头露 狮子狗 螳螂等突进英雄已经多了 包括瑞文 上路第一时间打了起来 又是二抓一背影感觉 一点点的危险 但把瑞文的血量换的也很残 那这样一来的话 总算是V5给到了单带点RW见击的一点压力 我们也来了 就刚才接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露露 就其实在超然的比赛当中 我们看到的更多就是OMG 用露露可能会偏多一些 保下落和愚蕊 但是现在很明显的就是 感觉各支队伍在出了狮子狗 螳螂 这种什么瑞文 潘森 这英雄一做出来之前 特别是芒森 我觉得 我觉得芒森被针对的是最惨的 虽然说他是可以摸空气的 但一旦变阳 他在团战当中回旋期踢不出来 其实就有一点点带 对 特别是今生也没做出来 是的 在有对面有露露的时候 芒森 想开一个好团的压力会更大 所以也可以选择稳定的去 踢走对方的切入刺客位 闪现 第一技能但是被对方闪现躲掉了 没有办法 二技能把对方顶回来 只能交出一个大招扛一下伤害 这牛头好肉呀 扛了太久了 毕竟大招是有55%的免伤效果 第一时间潘森又是闪现选择交易技能 享受牛头的人头 现在二二六应该是要选择置换中一塔了 嗯对 但是对方的状态也很残 瓦尔基里扶虫想拿来赶路 但是没有找到很好的输入环境 瑞文一个大招也刮残了 凡后续卡莎进场顶着一个大盾把芒森给收了 但自己也背秒 后续家里要进场再收对方一个残选 还要持续的追击 密克这一波是没有大招了 没有办法再保住自己 被斗队跃拒引到之后 应该只能引颈受路了 再撑一会儿时间 哎呦顶走了 顶走了 但断星长枪是可以蓄力的 看一下有一个草丛阻挡的视野 能不能预换到 但是摇摇光摇没能摇走呀 同一时间V5呢 大破RW中一塔 血量掉的有点残的 很明显的是背影回家比较快 清掉了大半的兵线 背影直播又立功了 他已经保住了两个塔 我感觉就是背影 你发现了一点 就是他在支撑时间上 还不够 要杀了吗 我这不闪现 闪现还要杀 配合队友 芒森大招再接两段 一技能把对方打残 但是后续上还不够 反而自己被秒了 剑击破空斩过墙 杀掉了潘森 背影太强了 首先第一点 他不光擅长单带 更擅长守塔 第二点 他也擅长在极限的情况下 去一打多给队友争取时间 是 背影上了 确实像刚才说的 RW变得不一样 你至少在单点上 没那么容易被突破 也并不是说 范上单玩的不是不好 对 但只不过说背影更强一些 确实如此 看一下 这不都是哪 阿尔吉利虎虫 负到前面 他感觉没太大用处 强拉一段位 爷范 蜜克血量都不太健康 第一时间 艾卡其达鲍鱼 把盲增给收掉了 英雄冲场 门塔下一落 对中路防御塔的血量有点健康 感觉打的稍微有一点点冒失 但后续剑击这一波 撑了很久的时间 但是不得不说 证明又要打了 但是牛牛身一四四 潘森先倒了 后续瑞文一个大招 配合卡莎的进场 一哨鼓拉满了 RW只能 可容先交闪 侧翼的话五层电疆 第一时间要被打满了 但被MIC给连起来了 侧面露幕还要再往前追 已经没有魅惑了 但背影第一时间 是带着中路线去逼中伊塔了 是 那这样的话 RW选择转转 转战中伊塔 后续牛牛再二连一个 但是对方稍微有点肉 逼出牛牛的闪现 后续推塔只有一个人 但是阿里一套技能秒掉了加里奥 这就是五百血的塔的错觉 是 而且另一方面 其实双方之所以打这么多波团战 都是围绕这个热火朝天的 练狱亚龙来进行的 是的 打了三次波团 练狱亚龙还没有被打掉 今天 V5和RW的决胜局 就在最后一次 练狱亚龙的决胜团 打了三 应该是打了三波了 很激烈 很激烈 就为一条小龙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V5想要动这一条练狱亚龙的时候 这RW想干嘛 想换你中伊塔 主要也是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四合体系 所以练狱亚龙提升还是比较大的 是 就除了辅助都是能输出的 包括加里奥也时光冒体 这一局潘森嘛 这一局的盲僧嘛 盲僧第二件是选择做了一个黑切 没有并没有选择跟常规的是做什么复活甲 复活甲之后再跟血手或者再补三项的这种体系 而选择在第一时间尽早的提伤害 看一下 在RA龙已经只剩4000血了 加里奥做一个保镖嘲讽一波 但是这个血量 要拼承接了 阿里一套技能打得非常高 而另一方面大龙还三千多血 是谁的大龙 但是露露已经被秒了 阿里也拿到了 RW的大龙第一时间又完成了团战的收割 剩下小宇背影又来 二技能往前去顶小宇只能较出谨慎 那这样一来的话 阿里这一波敦草丛魅惑众深 秒强敌零破突袭 顺便还帮队友拿下了大龙 就感觉RW现在在团战处理上 可以说是一流了 是 第一时间狐狸把这一条那时男爵给收掉了 同时侧翼的话 背影和盲僧在里面输出 可以说输出环境非常好 而且刚刚阿里在龙坑外 利用欺诈宝做了两段 打了很高的真实伤害 就龙坑是RW最理想的团战发生的地点 对 因为还叠加了被龙坑腐蚀剪掉 要双抗的debuff的对方 对 是更加脆的 本身有一个debuff在 第二个就是地形 无论是灵光沙弹 还是欺诈宝珠 包括是灰旋踢神龙白 猛龙白尾 这是第一波欺诈宝珠 然后后续在这个位置的欺诈宝珠 又打出更高的伤害 刮到两人 然后再追掉了特意的一个路 而且MIC也很关键 第一时间开到四个之后发现 哎 这波炸果是谁点的 是我的队友吗 那这样一来 又是来到了上一局熟悉的节奏 RW大龙的运营还是很擅长的 有一个单带点的剑机 能让 不过他没有大龙buff 挺可惜的 那这样还好一点 如果有大龙buff的剑机 V5压力会很大 大龙是蓝色方的吗 大龙是蓝色方的 我一开始刚好像看到这个大龙的标志在RW下面 是狐狸 感觉好像是狐狸抢到的 抱歉 是 确实是V5最后拿到这条纳什男爵 那V5拿到了这一波 第一时间用头二连冲到了人群当中 TP落下来了 那感觉后续伤害是有点不太够的 MIC第一时间选择就要闪现离开 B影从侧面赶来了 但是感觉剩下一个复活甲的 Van怎么说 能走吗 拖一下时间吧 这一波阿里直接被秒的话 好在没什么远古资源 并且这个兵线有护齐在也比较好清 突然就眼花了 刚才看到了好像是狐狸 应该是狐狸收到了第一个人头 现在剑机三杠一杠四 经济已经达到了一万两千九 领先了对位两千块 对 还是靠RW单带这个点吧 V5这局仍然是一样的 只有瑞文能处理这个单带 但是好在这局有惩戒的是个潘森 所以瑞文不用两头赶 而且现在瑞文已经做出了学手 温阳也是选择做了一个复活甲 然后现在卡莎是三剑加一 再一个死刑宣告 然后库奇也是三剑加一个长剑 但是这两个英雄都是三剑套的时候 库奇的每秒伤害会比卡莎第一个那么一百多 所以更需要靠他的团前Poke 来提高他的伤害 看接下来怎么开土完了 第一时间MIC这个位置卡得非常好 这会是有炸药包的 第一时间MIC会中了 又是这个位置 上一波秒掉对方盖伦的那个位置 那这样一来的话 库奇来的一个潘森也只能被压起身 但是交一个闪耀还能往好拉 另一方面库奇 金森剩一丝丝的血了 队友还在金森起身 但是杜老虎都嘲讽了四个 那后续可能这个输出阵型要被打散了 但是卡莎收掉阿里之后 极限一个金森 但还是要被剑技给收割 后续剑刺 在前面想要去接背影 从侧翼来了 第一时间灌掉了艾丽丝之后 还剩下了瑞文 背影这一波 1v3拿下了一个DoubleQ 就鸣撤星驰风暴剑将军清袭开身面 即使家里要嘲讽到四个 他还是靠着自己的操作 挽救了这一波团战 当然阿里那个经典的开团也很帅 看一下这波回放 魅惑中了 现在潘森 服务甲第一段被打了出来 然后侧翼的话 你可以看到可荣被瑞文去威胁着伤害 而剑梯从侧翼赶来去打破绽 反而把这个四扣给打出来了 隔断了战场 放逐也没有太多的一个输入空间 特别是小宇进场之后 今生只能原地等死 你可以看到艾丽丝和露露想过来去给予护盾的 但也没太大办法 对 那RW在回放的间隙 也是打掉了一条海洋亚龙 这条纳什男爵很关键 主要现在RW防御塔跟兵线的优势比较大 这样导致V5的视野比较难做 毕竟他们是一个软斧鹿鹿 如果脸探草丛去做视野的话 是很容易被开到的 就RW现在本身就领先了接近5000块的经济 如果RW再一次拿到了这条纳什男爵 中路和上路没有二塔的一个情况下 它是很有可能一波的 对 而另一方面的话 V5的想法应该是尽量拖一拖 等等远古龙看看能不能创造奇迹 其实我挺好奇 牛头第三件装备会不会做极客的聚合 因为我觉得牛头做这件装备也还挺契合的 对 另一方面就往后拖的话 V5攀升这个点曲线下降是比较明显的 另一方面就是尽量不能让RW打太多的Poke 包括阿里的气甲宝珠 然后炸弹人的大招 Poke太多的话再开启团来 V5的状态是不佳的 哦呦 背影去下路又加了一个二塔 这个可有点感觉RW又要开了 嗯 是的 先吓唬你一下天波 那这波背影又帮助队友把所有的外塔全部扫清了障碍 现在兵线是可以一路直进对方的高地的 扫描是美好的 大龙的视野应该是刚刚被RW排过 刚用 嗯 但是现在RW已经埋伏住了 第一时间闪现二连 这个天音波先收掉了露露的人头 这个时候MIG还在往前顶 身上灵灯已经是满了状态 但无奈于后排刚刚要进场的 魏美现在要往前去走 呜 就差一点点 这二连又要再一次中到了Alice 呃 潘森大荒星云从自己家高地塔掉 哦 回程是一个回程 那这样一波其实剑击呃 这个瑞文TP的位置可能稍微太着急了一点 那潘森大荒星云要跳龙坑了 这波伤害还不错 但是龙的血量还很健康 抢不到呀 直接被秒家里要野进来 那后续门口的卡莎是被阿里没过 但是伤害打出来了 而后续四包一这样的话 卡莎交一个闪现往后拉扯 有点难走了 对方还要持续的追击 这个龙也是被RW拿下 这条大龙没有错 MIG身上是有王甲的小宇 再一次超赛 拉开了身位 但感觉有点近了 先敲近身 那好像这个金身丁的一声也是宣告着 V5小宇的死亡了 是的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要一波了 那看瑞文第一时间 刚刚要往前第三段去顶 先杀了牛头之后 但无力回天 让我们恭喜RW2比0拿下了V5 是的 是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